好 各位加油 来一次 今天感觉还不错 可是如果再停一拍更好 老天爷还是要给我们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就尽量保持回家 明天会有一点下下的小雨 我们就 因为明天有灯 所以妆稍微化浓一点点 妆可以化浓一点点 因为有下雨的问题 怕下雨 怕刮风 怕设备故障 怕演出不到位 怕观众不满意 演出前一天的总彩排 李永峰要担心的是很 毕竟他是这场200多人 演出活动的总编导 是负责成败的老大 很好看 微笑很好看 对 保持微笑 保持微笑 对 很好 支援演出的学生加入彩排 如同指缝车过去 在每个乡镇地方演出一样 总希望办得热热闹闹 李永峰喜欢把气势和诚意做出来 明天要登场的 将是全台湾368个乡镇市区 第三轮演出的台北首演 他们在全台湾各地这样搭棚 架灯前一天彩排到隔天免费盛大演出 进行过两轮 已经累计778场了 这件事要从18年前说起 其实那时候收入很好 然后手上也有一些钱 可是那时候有一次就是 我是加一部带人 他打电话来 就硬邀我们去演出 那他就跟我讲说 他们只有五万块 我说天哪 我演一场至少当时的 就是18年前当时一场 你至少要40万50万才能演 我怎么可能 所以我就拒绝 当时理所当然的反应 让来自乡下的李永峰 后来越想越不推进 真的很不快乐 就是觉得说 你到底在做什么 因为你来国家剧院看 都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都要中产阶级以上 可是我们是种下阶层 出来的人 爸爸国小毕业 妈妈不是智 那这个乡下的小孩 你有这个荣幸 然后刚好到台北来念艺术大学 然后你又学的是戏剧 结果你因为这样子 你就不能回乡演出 这个反省 促使他和朋友们 2006年决定成立基金会 有创意的小额募款 免费下乡演戏给孩子们看 第一轮花五年 走完三一九乡镇 第二轮的艺术工程 加入六都市区 共368个地方 花了十年时间 一场一场 把戏剧 音乐 艺术 直接带到孩子面前 尽管坐下去知道 这并不容易 这天彩排就出现状况 巴契 你说同音机有问题 我们现在因为同音机 一直过热有问题 我们先等一下 让我们处理一下 那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就留那个 我们就用这边走 这个后面不管了 我们先把它送完 投影搭配演出的效果 的确重要 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 就是一群人的麻烦 何况一整轮368大计划 还要克服距离问题 不论阿丽山还是小琉球 从协调 勘景 舞台 运送到彩排 都是一次次繁复的程序 他从布袋港运到马公港 那因为我们要到七美演出 所以要从马公港再运到七美 又再运回来 然后你要把发电机 钢架舞台 你在七美要大一个 16公尺的舞台 有一次我们叫小琉球 我们去演了 结果台风来了 所有人 四五十个人 在那边吃住一个礼拜 历经七百多场的 各种状况与挑战 18年来 成员们的来去与成长 看过戏的观众们 也逐渐长大 不变的是 透过真人戏剧 人偶 多媒体等方式 带各地孩子们 走向艺术第一礼路的初衷 因为李永峰自己 那个乡下孩子 从没忘记 14岁时 表哥第一次教他听 古典音乐的那一刻 第一首听的是贝多芬 第二首是 采贝斯基的1812戏曲 然后听了他就跟我讲 现在军队来了 你现在胜利了 我开始加龙炮出来了 你完全是在那个 那个情境里头 我觉得对 怎么世界有这种东西 如果没有那个 我根本不知道 世界有这种东西 我根本不知道 世界有这种东西 那我今天就在做那件事情 后来他的个人经验 常常受到艺术的感动 体会过那种 突破现实 疲累与困境的超越感 他想分享给孩子 并且相信艺术的力量 不分城乡 不分贫富 可以成为心灵的救赎 好不容易搭好台子 更要有内容 一场场艺术盛宴 要做好做满 有声光 有故事 有笑点 还要有惊喜 这个80分钟里头 我要看到 那种不一样的形式 这是因为都很难得 所以你就必须要这样去做 那结论就是 无可救药的那种 那种神经病 就是你 你就是想 希望给孩子最好的 自称无可救药的神经病 李永峰是真的掉进谷底过 2017年大哥过世 2018二哥过世 2019他看着年迈忧伤过度的母亲也离开了 李永峰越来越低潮 2020年 一场纸风车剧团工作室大火烧掉布景道具服装 损失5000万 接着又是连续三年疫情 剧团没有演出 没有收入 尽管368艺术工程那时还在继续 但他知道自己病了 那段日子 忧郁袭来 是一段对所有人的痛苦折磨 就知道是怎么来的 真的就是 在那个情境底下 当时也是痛苦 是家人同事朋友 耐着性子陪他走出来的 他如果现在跟你讲说 你一条红结我 一条红结我 一条红结我好 一条红你知道吗 他就一讲一条红 他就讲五六个小时 其实他就同样的方法去 同样的方法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对对对对 他就在那里面 那你们还很客气地继续 对我们说你要不要先吃个东西 我不要不要 跟我继续 好好 去继续讲 其实我们也有饿到一种 你知道吗 其实他们比我还辛苦 六七点 然后可能跟你讲到十二点一点 然后我们就这样 这个时候 你就是在认照预证 对对对对对 你不能放弃他 所以你就是陪他 听他讲 然后对对对 不过还跟你说 他等一下就敢跳了 这种陪伴有多珍贵 李永峰真心感谢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知道那种 老板现在写写写笑 就是你要陪他 整个晚上陪他 你看他多辛苦 每个人都有家庭 一个晚上打六十通听话 那个谁受得了 还好他得到那么多爱 有家人朋友的陪伴 也配合医师指示服药 将他拉出谷底 成为李永峰人生中 又一段特别的经历 其实那个说最好是什么 就是拍拍肩膀 拉拉手 安静地陪伴 听他讲话 就是很安静地陪他 就是让他相信 你在他旁边 这样就好 而这不是要讲说 你要积极一点 努力一点 我跟你讲 那个东西都是伤心 那个心如刀割 而这也是李永峰 为什么今年决定 要第三度启动368 把台湾再绕一圈的原因 当年从美国来到台湾 在台东默默服务 照顾小儿麻痹患者的故事 被指风车编成戏剧 后山天使 无私奉献 就是李永峰 想给孩子们 关于爱与关怀的故事 谭医师特别飞来台湾 要一起看戏 现在对我太好 我现在95岁 不觉得什么老 还有精神 还有机会 有力量可以来玩一玩 谢谢你 谢谢你 他在1961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就来台湾 33年 33年 一直工作 他手不能开刀的时候 才能离开 我们在这里真的是非常感谢 谭医师 他可以这样为台湾的奉献 那接下来台湾的未来的孩子 应该由我们台湾人自己来守护 虽然现在飘着小雨 但是呢 我们呢 不会风雨 今天一定会为大家呈现我们最棒的演出 第三轮首演这天到了 一直担心天气 但雨还是下了 最怕的风也不小 的确想做的事从来不是容易的 但是观众人数在增加 准备的一万件语音全部发完了 如果大人不能改变现况 那何不让我们为小朋友做一些事情 请大家唱这群打死不贝的 子风车勇士们 为他们哭哭唱好吧 子风车和李永峰要继续演出这样艺术工程 只要一个乡镇小额募款达到60万 子风车就下乡免费演给孩子们看 这个晚上这场 一样是80分钟 两百多个表演者卯足全力 等待孩子们的笑容 要把创意美学爱与关怀的种子 种在孩子们的心里 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身为一个英勇的骑士 本来就应该要帮助别人 哪怕千年的恶魔从第几下苏醒过来 我依然勇敢地举起长毛向他挑战 这个就是你面对挫折的那个勇气 也就是唐吉哥的本来 三万提示在写这个的精神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我真的还可以吗 95岁的谭医师坐在台下 他看着自己当年跨海来到资源贫乏的台东 将青春岁月奉献给台湾的这段人生 成为了台湾的故事 这些年谢谢你对台湾的奉献 有你真好 谢谢 上万名观众一起感谢 善意互相感染 语中的掌声与笑声持续不断 对李永峰来说 这就是他要继续做的事 进自己最大的力量去 然后如果当一个孩子一个晚上 他是快乐的 带一个阿公阿嬷带他来是快乐的 是很重 我觉得至少我生命还有一点价值 这是为什么他还要走第三轮 只是还要再花个十年 还有368场得绷紧神经准备 我对生病的东西看得很大 因为你经历过那么大的 那个挫折生死之间 那个随时想跳楼的 又一直随时想跳楼的 经历过了一连串 六七年的挫折的时候 你还能够活过来 那你能活过来的时候 那就是干脆把余命就冲起来 生命多么不容易 各种状况何其多 想传递创意美学 爱与关怀的工作真的难 成效也不是一下子看得出来 但这不就是唐极科德吗 别不解释论 不解释论 也不熟打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